今次我會介紹一下怎樣用羊毛煎跟一個蝴蝶犬 這款狗狗比想像中容易 可能它的外形比較明顯 加上它的毛不需要用膠點怎樣去修典就可以完成 所以都很適合伸手去做的 想知道怎樣做的話就要繼續收看我的影片 我預先已經刺好了一個橢圓形的羊毛煎 羊毛煎幅3.5cm 高4cm 厚1.5cm 首先我會用消失筆畫鼻的輪廓大小和位置在羊毛煎的上面 然後我會用短纖部粗毛針大狗狗額頭的位置 繼續用短纖部粗毛刺起剛才用消失筆畫的位置 用粗針在狗狗眼部的位置 揪一個眼窩 貼兩顆豆豆眼睛在狗狗眼部的位置 加些短纖部粗毛在狗狗面珠燈的位置 再加些部粗毛在狗狗眼珠的上面 再加些短纖部粗毛在狗狗面珠燈的位置 由於時間關係 狗狗的面影輪廓就完成了 用消失筆畫低狗狗兩種顏色的毛分配的位置 我們將金鐘色長纖毛剪開2-3等粉 跟進狗狗眼部的位置 切好一部分之後 我們用眼睫毛梳梳掃狗狗的毛 我們用手指的狗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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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一部分之後 我們用眼睫毛梳梳掃狗狗的毛 我們將一片一片的金鐘色毛 切到狗狗額頭的位置 再用眼睫毛梳梳掃狗狗的毛 再用眼睫毛梳梳刮狗的毛 用膠剪去掃靠狗的毛 用剪剪去将同一裂 我们将狗狗眼上面的毛轻轻挤进去,等毛可以固定位置 继续将金钟色毛挤起狗狗面压近下巴的位置 用眼睛毛梳梳下狗狗的毛之后,再用剪剪一下狗狗的毛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将另一边的毛都直好了 用粗针在狗狗嘴巴的位置积一个微笑坑敏 将白色毛挤进狗狗鼻的附近 再将白色毛挤进狗狗嘴巴的下面 再用剪剪修剪一下过长的毛 我们用针轻轻地将毛挤进去固定毛的位置 将白色毛挤进狗狗鼻梁的位置 用眼睛毛梳梳梳梳下狗狗的毛之后 我们用针轻轻地将毛挤进去固定毛的位置 用深啡色毛挤进狗狗嘴巴的位置 来讲衣服 再将白色毛挤进狗狗下趋为夸篇 往直下的位置 repet 再将短线白色毛鸡翅狗狗牌和鼻的位置 修改狗狗鼻和嘴部的轮廓 将金钟细毛割在狗狗眼珠前半部分的位置 割好之后我们用针轻轻将毛割撒固定它的位置 拿两份红枕分量的金钟细毛出来 我们将毛摊平去然后用五头针刺散 我们将边位的毛接上来 接成狗狗耳朵的形状 再将边位刺散 我们将金钟细毛直到狗狗耳边的位置 两只耳朵就完成了 我们用大头针将狗狗的耳朵固定在狗狗头的上面 然后再用针刺紫 我们用金钟细毛息在狗狗耳朵的毛 我们用针刺紫靠狗耳朵固定在狗狗耳朵的毛 一旗穷有盏蟠 lot的耳朵 我们用紫胸 MU dock to show up 将红枕细毛遮大小矮致栏尽头的毛 用眼睫毛梳梳刷狗狗的毛之后 就用夹剪收剪一下狗狗过场的毛 再将金钟色毛挤起狗狗额头的位置 再用剪剪收剪一下狗狗额头的毛 将小亮的灰色毛薄薄刷起狗狗鼻的下面 将上面放颜色毛热砖别 再用一个包装的毛骨 再用剪断皮 uważ狗狗的动物 再用剪刷狗额头的毛鱼 再用剪刷狗额头的配颜吃狗选择 再用剪刷狗的多重獎肝 将心配清卩毛刷狗狗颜出的穎臂 整个毛鱼的颜色毛鱼 将心配清卩 手錶 手錶 先把小狗放在小狗下方的位置 根本小狗整个小狗下方 用眼睛的毛小狗下方的毛 然后用剪刀修剪一下狗狗整体的毛 蝴蝶犬终于完成了 羊毛之旺星人系列圆满结束了 虽然不是只只狗狗都可以刺得很真实 很相似 但是都是一个新的尝试 下一条影片我会跟Mail星人的系列 如果你是妈妈粉丝的你 你就不能放过了 多谢大家看完我这条影片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麻烦在下面给个like给我啦 记得分享我这条影片 给你身边的朋友仔 还有记得按个钟仔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